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斗技战场 好,看一下第一个对手,92级,战力不是很高 应该很容易打的 不知道他天天第一回合能不能奥逸 看这样子不太像 不要把我三雷麻痹掉 如果麻痹掉就没有追打了 哇,我真的是乌鸦嘴啊 说什么来什么 不过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已经是战力碾压嘛 之所以他现在看起来没怎么伤血 是因为有伊鲁卡 伊鲁卡提供的护盾非常的厚 而且有这个好像有防御方面的加成 虽然是戳一下,但是没有连击 放奥一了,放奥一了,然后刷金 好像又刷早了 万一他又把我麻痹了,然后对方退 好,第二场开始 对方一百级,战力十四万六千 这确实比我多一点 但是他的这个阵容确实有点奇怪 三雷的先攻也是比我高的 那是肯定的,十四万应该高过 不过他这好像搭配有问题啊 这个三雷和天道能连击连在一起吗 倒地 倒地得变击退 击退再变倒地 不知道怎样连 我也不想想 戳的 他肯定是错误 但是我也戳他 他戳的是三雷 你不知道三雷有霸气吗 刚才那个鱼游历上上一上一个回合被后手控了 所以这个回合动不了 估计他也估计他也活不了啊 因为下个回合一戳 就把这个土主加鱼游历直接全戳死了 游历奥逸 可惜奥逸不出来了 土主也趴了 他这个十四万战力好像有一点水啊 感觉 因为土主给大家的感觉都是很硬 打不动 感觉这个好像没费什么力就给打死了 可能剩下一个三雷不好打吧 这个天刀毆毅没办法 控制失败 都没有追打 何来控制 天刀也是没有威力 这个三雷也有点不抗打啊 那个这个天刀把他的查克拉都用完了 不然的话 直接毒死 没想到这样容易的 好 第三场开始 战力15万 应该是水主暴击队 不要抵抗了 直接退了 等下还打击半 好 第四场开始 看一下对手的阵容 9万多战力 对方直接退了 好 第五场开始 对方102级土主 战力12万7900 这个比我比我多一点 是一个土酸奶 真的 好吧 这个打土酸奶啊 也有点技巧 这个关键是早点把他的小迪打死 不要试图杀小鹰或者地狱盗 他肯定是杀不到 主要是空着 如果对方战力不是12万多 比如说是15万 我就直接退了 然后由于现在 他的战力不是非常的高 只比我高一点点 我感觉我还勉强还可以打一打 这个关键是在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就是 回合末的时候比谁有耐心 谁比较耐心谁就赢了 好的 让那个小蜘蛛炸那个 鸣妈是最好的 帮忙刷新傲益 我不会先傲益的 先傲益的肯定是输的 一定是忍住 等他先傲益 最好是能打断他的傲益 不过由于这个网络的原因吧 大家都有极限 如果我压得好的话 他可能也想压 但是他想压的时候 有可能那个技能就跑到第二回合了 所以我还是稳妥一下吧 我这样就打断他一下 我这样定身了小迪之后 小鹰是有机会加血的 看他会不会加血 加血了之后 这个小迪再 再奥逸 小鹰不加血啊 小鹰不加血啊 小鹰不加血你可就没机会了 好 然后小鹰加血啊 现在还不加 这是什么套路 小鹰难道是刚才被刚手打晕了 没有啊 现在不加雪啊 应该也不是放弃了 放弃了你直接退了不就好了 等我打了 接着这个呢 二次武功 是我 好痛 虽然你复活了 但是可以把你打死 这个名妈的OE 我放的有点草率 不应该放 留着起手就好了 哇 这个小英杂人虽然很痛 但是 没有点燃 刚手可以一下子加回来 这个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非常的难 相反是他这个图乳怎么这样硬 哎呀 踢错人了 踢他没用啊 小英两次普攻啊 哇 好痛啊 还好有刚手加血 这个 虽然不如他的这个奶量服务啊 我只有一个加血 他两个加血 这把小英给打晕了 这把小英给打晕了 不知道能不能打得死啊 不知道 明妈一个奥义能给他穿死吗 不知道明妈一个奥义能给他穿死吗 试试 这回死了 刚手把他给打死了 嗯 相反是这个地狱道 反而是比较容易杀 小英 的确是 太难了 地狱道还要复活啊 复活也有点耐心啊 等一下 再说 现在的点肯定是复活不了 好 加两层盾 再加着盾 我就抽 盾都抽不完 哇 这两口血啊 现在已经进入 这个无限螺旋丸的模式了 螺旋丸是无限的 螺旋丸是无限的 随便打呗 这回地狱道也倒了 这个图主 我应该是 如果他不退的话 十回合我应该是打不行 完全不掉血了 还有9000多一群的 哇 我是带了女王气势的 分身也足够多了 才打这一点血不下去 我觉得 他 这个血量 再跟我耗个五六个回合 轻轻松松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过已经是十回合了 真的是 对方可能知道我要着急去打击半对决 非要跟我耗耗一会儿 没办法 十回合 然后积蓄 一百级 又是刚才同一个人 我太讨压了 退了 最后一阵了 大姐头登场了 这个 对方的战力 应该是不够强 应该是打不过我的 那我也是尽快打赢 了事 所以对方还打算抵抗一下 这个天道队不好 因为没有加查克拉 没有查克拉 天道也发挥不出来 啊 我才发现我那个奥义都没换 应该是吹风 结果也给带成螺旋完了 还好对方的这个战力不强 两个分身在在在螺旋完 这样下个回合 还可以继续螺旋完 也是不错 对面这 这位老大退了吧 真的 我都不想打你了 退了 然后这样我就完成了 这个斗地战场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